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管件新闻 我是管中祥 管件新闻要跟大家分享 每个礼拜发生在这个社会当中 我们认为很重要 可是他可能会被忽略的一些 社会的议题 社会的事件 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去认识 在我们周围当中 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一些议题 那当然也希望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观众呢 可以帮我们分享 也许你现在就可以帮我们按一下 这个分享键让更多的人知道 可是上次跟大家提到的按分享 大概没有什么太 不会有什么奖品啦 也不会有什么摸彩之类的 但是就算我们一起来 共同来做功德 共同来跟大家做一些 比较多不一样的这个讨论 好了 连续好几个礼拜 我们其实都在跟大家讨论的是 这个香港的议题 那其实香港的议题 其实看到这个香港政府的态度 其实非常非常强硬 那在很多地方也发生了一些小规模的这个冲突 特别是在上次我们跟大家谈到 在香港有很多的这个地方都开始贴上的这个连绒墙 就是又透过便条只能把他们对于香港希望香港的未来 或是反送中的一些想法去贴到这些一些可能类似像隧道啊 墙面啊 或是广场或是一些路口的地方啊 去表达他的心声啊 那特别像在大浦那个地方 哇 那个墙面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壮观 那当然也有一些反对这种贴法的一些民众哦 特别是被认为是比较支持港府的或是被称之为蓝色的这一批的朋友 他也到现场去撕这个连绒墙哦 那其实双方出现了好几次的这个所谓的肢体的冲突 甚至也有人很尤其一位朋友因此而受伤哦 那当然在几天前有一个比较夸张的一件事情就是有好几辆浏览车 就跑到应该是大浦吧 这个大浦的连绒墙那边把整面的墙面全部都撕掉哦 然后去把这个整个清除掉 那希望能够不想要看到这些对于所谓的香港未来 希望的这些字眼哦 不过没多久其实又被光复了 就是这些支持反对送中的朋友呢 其实又重新的把这个连绒墙贴回来哦 所以就来来回回也好几次的这样的一些冲突 甚至就像刚刚提到的有人因为这件事情而受了伤 那另外一个在这几天在香港的一个冲突 就是在沙田哦 就是在上礼拜 这个一样有好几万的民众到沙田那边去 进行这个抗议的这样的一个游街游行 那不过没想到跟过去是差不多的 就是这活动要结束了 晚上原本是要看这个电影 结果没想到这个警方说 啊你们不能看电影 然后也开始这个驱离 那很多的这个群众也许是被引导 或是被设计到了这个所谓的香港的这个沙田里面的这个新城市广场里头 那到新城市广场里头其实就开始打展开了一连串的这种非常大的这种暴力的冲击 甚至驱离 有很多当时当天其实在上面可能是去吃饭啊 可能是逛街的一些香港的民众 其实哇他们其实吓了一大跳 为什么这个广场里面突然有这么多的警察进来 那也有民众认为说这其实是这个新城市广场里面去让这个香港警察去进到里头去 而且不像在之前在太古广场的时候 这个太古广场一样是个百货公司的保安保全会去保护这个民众 所以在当天呢其实也发生了好多好多的这个冲突 甚至在这个广场的下面其实就是一个地铁站 那有些朋友其实就是想要趁就在这个过程上就想啊 算了我就要离开了 那没想到是个地铁呢 地铁站呢也被非常严格的管制 所以这个冲突其实就开始让有些人很担心了 例如说我自己有一个朋友其实在香港工作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那他的小孩也常常去参与了这样的一种示威的游行 一开始他觉得说哇现在的年轻人真的很棒 可是慢慢的看到这些冲突的时候 前两天他跟我聊天 他就说那这个这样的一个发展会不会造成所谓的 228类似像228事件的出现 我其实很难说到底会或不会 因为其实这种冲突多了 这个民怨累积其实是会越来越强 不管是哪一方 那你也看到香港的建制派的议员 其实也发起了这些撑警的行动 要来去进行这个相关的反制 但是不管如何我只是觉得 林郑的政府他必须要想一件事情就是 人民会怎么样的反应其实跟你如何执政是有关的 今天人民出了什么样的状况 人民发生了这个暴力的被暴力的驱赶跟冲突 绝对是跟你这种所谓的治理的方式是有关 那林郑一直不愿意很正面的去回应几项的诉求 那也许是为了面子 也许是背后有什么样的压力 可是历史都会记住这一笔账的 因为你也会看到他的整个香港的新闻自由也好 政治自由也好 这一阵子其实都是跌到了谷底 也让很多人对于香港原本是一个比较自由奔放的城市的这种印象 打了非常大的折扣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议题的发展出来 就是有人就说为了要去面对回应这个香港的民众 这个比较激烈的这种所谓的行动举动 所以要把在香港引进了这个所谓的信用评价系统 也就是所谓的天网 让在透过这个所谓的监视器 透过很多的方式来去记录这些人民的这些行为 那这个其实也引起了非常非常大的反弹 那无独有偶的其实在台湾也出现类似的这个有关的新闻 就是在台中市 有人发现这个台中市的这个所谓的街头的这个监视录影带 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中国的公司所制作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新闻的报道 地下道里人来人往 透过上头的监视器 每个动作和脸孔都被拍得清清楚楚 但是原本要用来确保地下道安全的设备 却是来自中国海康威视的监视器 这个被行政院点名有自然疑虑的产品 他们好像会监控我们的那种脸 看到我们的样子 我们可能讲了什么话 不管他实际上是不是真的有做这件事情 就是心理上会觉得有影响 光是台中市英才路和台湾大道口的地下道 就有16支是海康威视的产品 台湾激进党台中党部指出 海康威视参与中国的社会信用系统和天网制度 协助搜集人口脸部资料上传 列入美国商业制裁名单 在公共场所使用将有资安疑虑 它跟华为一样有资安上的疑虑 可能会有后台传到中国等等 我们没有办法确定 但是我们认为说它是有安全上的疑虑 目前行政院和国安会已经达成共识 包括海康威视三家厂商 列入我国公务机关禁止采购的黑名单 但是中国海康威视监视器 现在却被装在台中市 包括工艺 民权 英才 美村 中美南路东西两侧 舰行 北屯等八座地下道里 一共有128只 台中市的地下道用的中国的天网监视系统 负责的台中市养工处表示 一周内将态换 我们的合约里面规范的只有功能 我们不能够针对个别的厂商去做 去做标签 或者是去做特定的一个厂商的一个规定 所以只要符合功能规定 那我们大家都会做采用 台中市养工处表示 所谓最新的英才入口地下道是去年发包 今年失作 其他都是之前就设置 对厂盘没有特殊限制 不过同样是公务单位的警政体系 清查盘里之后确定 没有使用中国海康威慑的监视器 借着林健身棚换群 台中报道 好 所以虽然没有办法很明确的知道 到底我们的这个人脸的辨识的资料 是不是被送到中国去了 但是我想有关单位 我想政府部门在使用这些器材 这些所谓的通讯器材 不管是手机也好 或者是这种所谓的监视系统也好 都必须要格外的谨慎跟小心 因为这些资料一旦被窃取 或者是这些资料一旦被拿走 其实不只是所谓的一个 人民会产生很大的恐慌 就像刚刚在新闻里面提到 它对国家安全也会有很大的 这个所谓的影响 那当然在中国的一个叫 信用中国的网站当中 其实也提到的 他们未来要去做这种 所谓的监控系统的地方 除了香港之外 也包括在台湾 那虽然刚提到说 这个目前还没有办法证实 也希望它不会是 真的是这种状况 可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其实越威权的政府 或者是你要换一个角度讲说 越想要去保护人民 安全的政府好了 它其实越会去透过 这种所谓的监视的系统 或是透过资料 收集人民的资料 来建构一个所谓的 他们认为的一个安全的体系 或者是一个可以操控的体系 那虽然我们看到 对中国的这个政府的这种做法 我们其实是非常非常不满 但是我们必须要回过头来 思考一件事情 台湾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这个情况也许包括 包括台湾人权出境会 或者很多团体里面提到 未来要去发行的这个 数位身份证 是不是也会出现 这种所谓的监控的问题 或者是有些学校里面 他们开始已经用 所谓的指纹辨识 来让这个所谓的老师或学生 作为进出校园的一种 一种所谓的辨识的工具 是不是也会有这样一种状况 或者是说 其实已经开始有越来 有一些保全公司 也已经发展出 这个所谓的 各式各样的监控系统 要去以所谓的校园安全 公共安全 过滤这种闲杂分子的这个方法 透过所谓的人脸辨识呢 或者是眼部辨识的方式来去做某种的监控 或者做某种的保护 我们常常在看到 如果是台湾的政府 用一个比较正面的角度来谈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好像会觉得说这是没有问题的 那当然我们也会希望它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不要忘记了 这些资料是不是只有做这些 所谓的保护安全所用 或者是在保护安全之外 它会不会被窃取 或者是会不会拿来做其他的 这个用途其实是我们要进一步去关注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当然中国的政府 我们是不能够去接受这种做法 可是在台湾的政府 也要做类似的以安全为由的这种方式去收集资料 我们也必须要去谨慎的面对 因为它是一个基本的人权的问题 好 那除了这个谈到这个基本的人权问题之外 除了这种所谓的监控 或者所谓的辨识 或者是你要把它称之为安全系统也好 其实在台风天出勤 在台风天工作也是一个人权的问题 它不只是一个劳动权力的一种保障 它可能会跟人命也会有一些关联性的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这一则报道 四年庆祷红台 当时没有在清台湾 但是传绘人员也是很欢乐 不知道一次传绘人员 百贵买价最少人贴 因为刚才不调查 有七十一生传绘人员 在红台提供要求上班 而且百贵机才不会传绘人员 没有在到交通经历 也要想不到的薪水 专门的冠绘人员 除了可能捷运他会脱班 这个时候不一定也能叫得到计程车 路上的风这样子吹 然后比如说路数啦 或者是招牌之类的 其实对他们来讲 生命安全是很危险的 专门的冠绘生日以来 一直推动风载到立法 理工一新年立法院有六个委员 提出车缓版本 已经通过的筹信 但台东团贴上 但是冠绘人员 受害的关系台读 也是在罗东部 而且怀疑这次最后会去 但是不通过二三次 受害典数都要重新过来 在此他们来到劳动部抗计 要求劳动部 不要再推散周董 就是要求要请假或者是补班 或者是扣发全情奖金 等等不利的待遇 如果有这些行为的话 依照现行的劳动基准法的规定 已经可以处两万以上 一百万元以下的罚还 劳动部顾劳拜主党 受害兼法共资 在时也跟着不过共资 一般六更可以有三个 没得上班的管理 但是以后 台中有数顶行业 在风载时 也有英文的必要 工会会认 老家要求上班 六更心派鼓帅 而且每个百会公司 差不多都有空贵罚款规定 为两千到一万块 风载家是要风载上班时 那时还一定要上班 在交通经历 相互的薪水 可以有法律上 更多補充 记者算了不读 其实我们还蛮开心的看到 最近这几年 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人 已经开始有一些改变 例如说 在台风天就不要去逛百货公司 或是在台风天 就不要去叫外卖 叫外送 已经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 只能够去体谅 这个所谓的外送员 或者是这些 在台风天 仍然需要工作人 的人的这种所谓的 安全的这种考量 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的 一个很大的进步 那当然在法规当中 对于所谓的台风架的 这种所谓的放假的 这些所谓的标准呢 其实还是有一些些的争议 那所以包括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贵解工会 或者长期在推动的一些团体呢 一直在大力的希望能够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们当然看到这个劳动部的这个回应 其实仍然是把这样的一个主动权 好像是放在这个所谓的受雇者的手上 因为受雇者你可以拒绝出勤啊 受雇者你可以怎么怎么样啊 那反正劳方 资方也不可以用这个所谓的相关的这种理由 就扣你的钱等等 可是我觉得在一个成熟的社会当中 其实如果每个人都有他的劳动意识 或者是在一个职场当中 他其实每个人都是 不管是劳资之间 都是一种对等的关系的话 我觉得这种说法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在 好我们就举近一点 长龙的空服员的这个罢工的当中 你会发现资方事实上是有很多很多的手段方法 民事暗示的各式各样的压力 导致这个所谓的空服员 他可能不敢做这个不敢做那个 或是会产生了某种的这种恐惧 那同样的在一个职场当中 你要叫一个劳工说 我要跟资方勇敢的说不 这是一个理想的状态 但是是不是在现在就有办法去发生的呢 或者现在是不是就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呢 所以劳动部或是相关的这种所谓的部会 在订定这些法规的时候 其实必须要考量到这个内部的权力的关系 它的现实的状况 那当然除了一方面去不断的去做这种所谓的劳动教育的 这种所谓的培养跟提升 另外一部分在现有状况底下 会不会有一些特定的条件 会不会是有些过度的方法 那让这些劳工们 他其实是可以有一些胆量 或是让资方他真的不敢这样子去做 或者是劳工在这部分 有没有什么相对应的一种保护措施 在制度上面可以让他们勇敢的说不 这恐怕是在制定法规当中的时候 必须要去考量的一个地方 好 除了这个所谓的台风架的这个问题之外 我们要看一个就是有关于多元文化教育的新闻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这一则报导 台东北南族建合部落每年举办大猎记 尤其老把狩猎的历史文化传承给年轻一代 一百零九学年度开始 若原著名学生申请大学时 有参与部落文化学习成果 教育部鼓励更多校系书审时纳入加分考量 你不要只有用可能汉民族的文化 去看待所有不同的族群 而应该到回归他本身的族群的文化素样 去看一下他的那个 这孩子的学习历程去评估 这个孩子是不是你要的人才 尊重原和差异符合108克刚落实的学习历程 教育部希望全台两千零九十二个招生系组 都能看到原住民学生的特质与文化 原住民法学博士塞德克族的蔡志伟副教授认为 把族群文化学习成果纳入书审加分指标 对提升多元文化与促进原民文化有帮助 但也有学者认为恐有公平性疑虑 我们现在实务上在个人申请的部分 其实各大学其实都还是着重在 所谓的学历表现上 你着重在学历表现上 其实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回应到 我们为什么要针对原住民学生 给予升学保障的这个立法的目的 或许也可以去设定一个检视的日期 比如说办了一年之后去检视他的成效 或者说经过一些长期发展 说这样的一个做法 对于族群文化的保存跟丰富 到底有没有帮助 教育部强调族群指标加分没有强制性 还是得回到各系组去做专业考量 至于有原民团体期待 未来在考生个人基本资料加注足别 这部分还没有定案需要讨论 记者林小会沈志明台北报导 愿意把这个文化的这种所谓的经验也好 或者是文化的认识也好 作为一个评价升学的评量的标准之一 我觉得这当然会相对这样是比较好 因为可能过去的族群认证 它未必是真的能够在这个文化上面 有更深的扎根 或是有更深的这种认识 所以能够把这个东西加进来是比较好 可是它会面临到一个现实的问题 就是未来怎么样去评分的问题 就是怎么样去做一个衡量的标准 会不会最后有搞到像一个形式主义一样 就像很多的大学入学考试 有一些推增 然后要准备一大堆的证书 准备一大堆的奖状 或者准备一大堆的照片 常常我在去做面试的时候 我都想说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或者是能够去做这些所谓的 拿出这些证书 或是拿出这些所谓的活动经验的这些同学们 其实他家境应该也不太不会太差 所以这是不是一个妥适的方法 可能是未来在施行这一些族语的文化 或所谓的原住民族文化作为一个 评分升学的一个考量指标之一的时候 怎么样实际的操作 也是另外一个值得我们继续要去关注的部分 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关键性 我们下礼拜空中再会 对са在并 الق大致 等到 sencill sock下礼拜 我们下礼拜 之后 的